理性男子走在马路上 突然身体不舒服 他下意识的扶住机车 下一秒直接倒地昏了过去 路过来车差点撞到他 当地里长和先生见状 紧急拿出三脚锥 跪地联手按压CPR急救 手还没有举起来 会中眉头吗 对会中眉头会中眉头 热心外送员路过也加入帮忙 锦销到场接手 老翁已经失去意识 场面相当危急 人命关天 索性在规律的按压下 终于成功将男子 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跟死神拔合 刚开始还是有心跳呼吸 但是过了没几秒之后 他就没有呼吸心跳了 也是头向马路的 来车去来来去去这样子 也是很危险 这边车流量又很大 然后我就赶快拿三脚锥 过去先摆犯安全问题 警方事后关心 本身患有高血压疾病的 李姓男子 当天晚上外出散步 疑似天气骤降 突然引发心肌梗塞 送医后捡回一命 他的小孩也带水果礼盒 感谢里长热心帮忙 19的界线员也有听到说 另外有路人 他说旁边是不是有路人 那可能需要换手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换手这样子 冷空气接连报道 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保暖 顾好健康 这回幸好李长翰先生 及时发现成功火速救援 三连新闻正想人 陈提鲁新闻报道